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学习的人生 看福利比书三章十二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俗话这样说 生意这样说 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是一生的功课 学习是一世人的功课 一个人的生存能力 与他的学习态度成正比 要不断的学习才能不断的成长进步 当一个人他停止学习的时候 他就开始退步了 当他开始退步 他慢慢的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 当他开始退步时 就叫这小孩来淘汰了 因为大家都在进步了 因为大家都在进步 他不进步反而退步 他没有进步反而退步 所以一个人的学习能力 跟一个人的生存能力 跟他的学习态度是成正比的 这个人的成人的力 跟他的学习能力是成了成比的 那为什么他会不断的学习 为什么他会不断的学习呢 就好像这边保罗所说的 就像这边保罗所说的 我不是认为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平时认为我得到的又完全了 一个人如果觉得 他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他该学的都学会了 这个人才是说 认为他该知道的都知道的 学习的都学习的了 所以他就会停止学习了 所以他就会停止学习 我什么都知道了 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什么都会了 我什么都会想了 我要学什么呢 要学什么呢 所以当一个人自满自主的时候 他就开始停止学习了 所以当一个人自满自教习 他就停这个学习了 所以保罗认为他是不足的 所以保罗认为他是不足的 他还没有完全 他也没有完全 所以他说 他就会接力的追求了 所以他就会接力来追求 不只是追求 他说接力就是尽全心 尽全力来追求 不是只有追求 还是很专心专心来追求 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跟信仰上面 保罗在这边说 他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的学习 不但是在生活上 更是在信仰上 要不断地学习 才能得到我们生活上 我们的需求 更能得到我们信仰上的满足 就是得着耶稣基督 当然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很多 当然这些人要学习的功课是很多 小弟上午 我就根据我读经的心得 所以再去就用到我 设经的心点 信仰的体会 信仰的体会 我提出我个人觉得 比较重要的几件事情 跟大家彼此来学习 第一点 学习敬畏神 这是一生要学习的 这是一世人都要学习的 看生命纪四章第九节 看生命纪四章第九节 生命纪四章第九节 生命纪四章第九节 四章第九节 你只要谨慎殷勤 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这世 离开你的心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第十节 你在和列山 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为我召聚百姓 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 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 这样行 学习敬畏神 学习来敬畏神 是我们一生应当学习的 是我们一世人都要来学习的 不是从小信主 我就会敬畏神 不是从小信主 我就会敬畏神 敬畏神是要透过学习的 敬畏神是要透过学习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学习敬畏神 所以我们没有来学习敬畏神 我们就会发生第九节 这边所说的事情 对来发生三生料 第九十这所说的事情 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谨慎殷勤保守我们的心灵 下面谈到两个 免得怎么样 免得怎么样 为什么要殷勤保守我们的心灵 真言四章的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 你今言四章二十三十六四十六公告 说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灵 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灵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就决定他的生命的价值观 关于生命的价值观 生命的价值观就决定他生活的态度 生命的价值观就决定他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态度就决定他一生的果效 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灵 为什么会保守心灵 因为他知道 这关乎一生的果效 所以下面说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情 所以会免得说 免得你忘记了 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老实讲 亲眼睛看到的事情会忘记吗 那是说 我们亲眼所看过的事情 会忘记吗 应该是不会忘记的 应该是忘记了 但是这边说 恐怕你忘记 你亲眼睛所看见的 但是说 免得你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什么事情我们会忘记 什么事情我们会忘记 不重要的事情 就是那些没有重要的事情 我不看重的事情 就是我所没看重的事情 什么人我们会把它忘记 所以会让我们忘记 我觉得不重要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重要的人 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人 我们一定会放在心上 所以重要的事 重要的人 我们会放在心上的事情 永远不会忘记 如果放在心上的事 就永远不会忘记 特别亲眼睛看到的 特别是你亲眼所看的 好 这边他们亲眼睛看到的什么 看到神的作为 这亲眼所看的是什么呢 是看到神的作为 看到神迹奇事 看到神连奇事 神在海极地降十哉啊 神连去地降下十哉 他们得到神的恩典 看到神的成绩 这是他们亲眼睛看到的 老实讲应该不会忘记啊 但是竟然有人忘记了 但是近年说是有人来忘记了 好 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不是亲眼睛看到神的吗 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 在他的家庭上面 但是发现有些弟兄姐妹 也忘了这些事情 也不到教会啦 但是教育法院有些弟兄姐妹 教育梦了这些事也没够交回来 第二个 免得 第二个 免得 又免得 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 又免得说 你一世人这些事离开你的心 忘记亲眼睛所看到的 忘记你 忘记你情眼所看的 这事就会离开我们的心 这些事就离开我们的心 我们一般男女之间在对话 一般男人之间的对话 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 女生都会问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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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放在哪里 男生都会说我把你放在我的心里 女生听得都很高兴 女生都会听得都很高兴 放在心中 就是你是我的心上人 放在心中就是说 代表你是我的心上人 是我很重要的人 是我很重要的人 所以我一定会放在心上 所以我会说你放在我的心上 放在心上的人怎么会忘记 放在心上的人怎么会忘记 放在心中的事情怎么会忘记 放在心里面的事情怎么会忘记 这里是说 这是就是信仰的事情 信仰的事情为什么会忘记 离开你的心 信仰的事情为什么会忘记 离开你的心呢 就是没有谨慎 殷勤保守我们的心灵 就是你没有殷勤保守我们的心灵 好 这边说 我们就是要学习敬畏神 如果我们没有学习敬畏神 就会发生前面两个恐怕 我们看有一些弟兄前面一开始 哇 很热心聚会 后来慢慢没有看到他了 后来就不来了 后来慢慢没看到他 最后没人都没来 因为他们没有殷勤保守自己的心灵 因为他们没有不断地学习敬畏神 因为他没有不断地学习敬畏神 好 那怎么学习敬畏神呢 要怎么学习敬畏神呢 就是听神的话 就是要来听神的话 查考神的话 查考神的话 所以第十节这里 神告诉摩西 对第十十家神 但摩西说 你要用我对你所说的话 来召聚百姓 让他们听见我的话 你要用到我对你说的话 你要就一家八世 让他们听到我对你说的话 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让他们在我的日子 可以来学习敬畏我 然后又可以教训他们的儿女这样行 会有还可以跟他们的理路这样行 我们自己看重信仰 我们自己看重信仰 我们就会学习敬畏神 我们就来学习敬畏神 我们也会教导我们的孩子敬畏神 我们也会教导我们的孩子来敬畏神 我们看重聚会 我们一定会教导我们的孩子 你要看重聚会 我们看重聚会 我们自己这样做 我会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样做 因为自己这样做 我们就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样做 我们看生命纪六章第一节 生命纪六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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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 律律典章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第三节 第二节 好叫你和你的侄子孙孙 一生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谨守他一切的律律诫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第三节 以色列你要听 要谨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 这里说好叫我们跟我们的侄子孙孙 一生敬畏神 好叫我们和我们的侄子一世人都会来敬畏神 敬畏神是要一生的 敬畏神是要一世人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一生学习敬畏神 我们会一生敬畏神吗 我们发现有些人一开始是敬畏神没有错啊 但是到最后离开神啊 离开教会啊 没有一生敬畏神啊 因为没有学习敬畏神啊 因为没有学习要怎样来敬畏神 所以要听神的话 行神的话 要听神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一生敬畏神 那为什么神要我们敬畏祂呢 那是神爱我们 所以第二节这里说 如果我们这样做 就使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 第三节说 如果我们这样做 就使我们的日子得以享福 这两件事就是我们世人所追求的 这两件事就是我们世人所追求的 就是长寿跟得福 那就是等会修 等会修到得福 这两样都要并行 这两样都要并行 圣经只要讲到福气 这两样都是并行的 圣经里面只要说是福气 这两样都要并行 如果单有一样 那是不是真正的福气 如果单单一样 那不是福气 如果单只有日子得以长久 但是不能享福 活越久越痛苦 因为活得很久 但是不能享福 如果能享福 但是日子不能长久 他说能不能享福 日子不能长久 让你长一下 就把你收回去 让你吃一下就收回去 那是福气 那是福气 所以圣经只要讲到福气 这两样一定是并行的 这才是真正的福气 所以圣经一人说得很福气 这两人都要并行 这是真真真的福气 从哪里得到的 从哪里得到的 不是我们认真努力去打拼追求的 不是我们人真打拼来对救的 只要我们一生敬畏神 只要我们一生敬畏神 谨守遵行神的话 神说我们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 所以神就说我们在世的日子就得以享福 在世的日子就得以享福 十九章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敬畏幽华神的得着生命 祂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 所以就谈到敬畏神的好处了 这已经讲到敬畏神的好处 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我们来敬畏祂 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我们来敬畏祂呢 就是爱我们 因为祂爱我们 就是要让我们得福 爱我们来敬畏祂 这里说就得着生命 对 这里说到我们敬畏祂的生命 现在肉体活泼丰盛的生命 现在 现在肉体活泼丰盛的生命 红生的生命 末日以后 这个得着灵魂永生的生命 然后又告诉我们 他这个人他可以恒久知足 可以过着知足的生活 可以过着知足的生活 知足的珍贵是恒久 恒久知足 恒久知足 能知足代表说生活无缺 生活无缺 生活无缺 不代表说我们要像郭台铭一样 那我才知足 不是喔 生活无缺 不是像郭台铭这样 那不是这样 有钱人 他的生活不一定是知足了 他过着生活不一定是知足 有一个人说过生活 不一定是知足的 这边所示的知足 就是说 在生活上心灵上 神可以满足他 而且这个知足是恒久知足 而且这个知足是恒久知足 我们随便去找一个人问 你一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 你一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 大部分人都跟我讲说平安就好 稳定就好 没有说我赚大钱就好 没有人说我贪大钱就好 如果赚大钱没平安没稳定 他说如果贪大钱没平安没稳定 所以我们看有些人 哇他的起落太大了 一下子哇好像在高峰 一下子跌落国底 那种人生很痛苦 所以在我们周遭我们会看到这种人 很可怜 所以在我们周遭看到这种人 是很可怜的 我们看到这个生活 一路都非常的稳定 非常地知足 他就很自主 再来说他不遭祸 他说他不遭祸 因为神的保守 是因为神的保守 其实这都是世人的盼望 所追求的 这都是这些人所遭瘫所追求的 得着生命 得到生命 恒久知足 他不遭祸 从敬畏神而来 但是敬畏神是要透过一生的学习 我们跟我们的指使孙孙 一生敬畏神 第二点 一生要学习的就是学习认错 一生要学习的就是学习认错 人非圣贤 孰人无过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但是人常常犯错就是不愿意认错 而且年纪越大 地位越高 越不容易认错 我们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 创世纪三章十六节 创世纪三章十六节 抱歉 从第六节开始看 第六节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越人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的丈夫吃 她的丈夫也吃了 好 十一节 十一节 耶和华神说 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十二节 那人说 你所侍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十三节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时引诱我 我就吃了 这里是记载 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犯错了 这所记载 就是我们的师作 亚当夏娃 犯了错 结果 犯错之后 不认错 犯了错了 结果没有来认错 没有主动认错 并没有主动来认错 神来找他们的时候 神来找他们的时候 神问他们 神来问 他们也不认错 而且把这个错都往外推 推给神 推给对方 他们不但没来认错 神是给人机会认错的 神是给人机会来认错 如果我们犯错 神没有给我们机会 老实讲 没有个人可以得救 可是 我们犯错 神没有给我们机会来认错 所以当他们犯错之后 圣经说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神经说 他们的脈絮就更浪 就知道说自己赤身露体 觉得很羞耻 知道自己恰心露体 感觉很厉害 为什么会羞耻 就知道这件事不对啊 所以有罪恶感 有羞耻感 就有了 罪恶感到这个 厉害感 厉害感 如果一个人做错事情 他不会觉得丢脸这个人 有救了哦 可能有些人做不到事情 没有觉得厉害 这个人就不救了 做错事情 我会觉得 哇 我怎么做这个事情啊 丢脸啊 做错了事情 他会觉得 我怎么做这件事 没有连见人啊 感觉无名的既人 这还有救哦 这人又有救 因为有罪恶感 有羞耻感 因为有罪恶感 我们看有些人 做错事情之后 你说还是养养自得啊 有的人做错了事情 又觉得很厉害 讲话也是很大声啊 说话也是很大声 一点羞耻感都没有 其实虽然的建设 感觉都没有 好 什么叫做眼睛就明亮了呢 什么有这蜜蜜就更了 我们实话 有一句话讲说 心知肚明 相信有一句话 说心地肚明 自己很清楚 做什么事情 大气很清楚 大气做了什么事情 好 第八节之后 就讲到 神来到伊甸园啊 对 八十一号就说 神来到伊甸园啊 说 神在园中行走 神在园中走 亚当跟神 我听到神的声音啊 就害怕 就跑去躲起来啦 亚当 我听到神的声音就 怕了 就跑去闭起来 你看哦 人还没有犯错 以前跟犯错之后 面对神就是不一样 所以 我们看出说 人还没有犯错 但是现在听到神的脚步声 就害怕 就跑去躲起来 但是 如今看 听到神的 腿没声音就 走去闭起来 我们家里 如果有小朋友的 我们真的很清楚 我们像一样 小孩 我们一定很清楚 爸爸妈妈下班了 爸爸妈妈下班了 骑摩托车回来 从我们的巷子头 那个 那个巷头 孩子听到 摩托车的声 爸爸妈妈回来啦 像下班 骑到回来 他就知道 爸爸妈妈回来啦 他就会冲下来 靠我开大门 在那边迎接爸爸妈妈 你回来啦 他就在开桌 迎接爸爸妈妈回来啦 如果今天下班 很安静 他说今天下班 孩子没有跑下来接 孩子都没来接 还在书房 认真写功课 看书 而且你 这个孩子 一定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说跑去躲起来 在座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 跟人性就是这样 我们在座的爸爸妈妈 我们是不是说 可能说 人性就是这样 平常有那么认真 在做功课吗 平常是他有这么认真 今天怎么这么认真 今天在犯人 怎么这么认真 他知道他犯错了 因为他知道他犯错了 所以爸爸妈妈回来 完蛋了 我知道我会被修理 所以爸爸妈妈回来 他知道 怎么会修理 好 那神 当然知道他们躲起来 神也知道他们躲在哪里 神也知道他们躲在哪里 我记得以前 我换错事情 我就跑去躲在那个床底下 以前的床 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床 我就跑到床底下 记得说以前 如果犯了床 都跑去米里面穿下 我爸爸就把我拖出来 把他就打扣出来 神有把亚当笑话拖出来吗 神有把亚当笑话拖出来吗 神很施爱 神很施爱 给人悔改的机会 是让人有悔改的机会 亚当笑话 你在哪里 亚当笑话 你在哪里呢 神不知道他在哪里吗 神还不知道你在哪里吗 直接拖出来 打就好了嘛 直接把他扣出来 再打 但是神没有把他们拖出来 但是神没有把他们拖出来 说你在哪里 就是说你里对 意思就是让他们主动出来 认罪悔改 意思就是要让他们主动出来 认罪悔改 但是他们没有主动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 并没有主动出来 他告诉神说 我听到你的声音就会害怕 神说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会怕 那神第二次给他们机会 神第二次给他们机会 他说 莫非你们吃了 我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 你说莫非你吃了 吃了我所吩咐 你不能吃的那粒鸡鸡呢 莫非就是问号 莫非是一种疑问的 神不知道他们吃了吗 神说他不知道能吃了 但是神说 莫非你吃了 但是神教是问他 敢说你吃了 对啦 神啊 我吃了啦 神说对我吃了 我对不起你啦 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遵行你的话 我没有遵行你的话 应该一个认错了 马上会这样子嘛 但是这个认错的人 应该是马上来的 结果他说 阿神啊 就是你所试给我 那个女人拿给我吃的啦 他叫醒说 就是你所吩咐的 那十个人 他带我吃的 对啦 我有吃 但是是 有原因的啦 对 我吃了 但是我是有原因吃的 我的错是因为别人造成我的错啦 我的错是因为别人造成我的错啦 这个女人从哪里来 这个人从哪里来 神你试给我的 是因为神是我的我的 他把错推给神耶 他把错推给神耶 他将这个不是撒到神 如果当初神没有造虾娃 就没有虾娃 没有虾娃 虾娃就没有拿给我嘛 那是当初神你没有做虾娃 虾娃就没拿给我嘛 再来也不是我亲手去摘的嘛 所来也不是我自己去摘的嘛 是虾娃摘的 他吃的拿给我吃的嘛 是让我去摘下来 摘他吃了又拿给我吃 他没有拿给我吃 我就不会吃嘛 他如果小时候没拿给我吃 我就不会吃了 所以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啦 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 所以老实讲 人犯错要认错 真的是不简单啦 所以老实说 一个人犯错 要认错是很不简单 小孩子我们会叫他收房吗 你怎么会跟他说别人 没有耶 但是他也不愿意认错会收房 但是他其实也不愿意认错来说别人 有一天哦 妈妈下方回家 墙壁怎么都画得脏兮兮的呢 一天说 他妈妈认为说 看着拼 画得 这把小孩子叫来 你怎么叫过来 不是跟你讲说 那个墙壁不能乱画 要画在纸上 不是 你说画在床面 问画在拼上吗 谁画的 谁画的 哥哥说弟弟画的 哥哥会说弟弟画的 弟弟说哥哥画的 弟弟会说哥哥画的 有谁会承认 什么人会来生人 我们有教他说法吗 我们有跟他说别人 没有耶 没有 你看这是人的本性 你看这就是人的本性 其实两个都有画 其实是两个人都有 但是哥哥说弟弟 弟弟说哥哥 但是哥哥说弟弟 弟弟说是哥哥 再来 哥哥一定会说 弟弟先画的 我才画 哥哥是不是会说 弟弟会说 没有 是哥哥 我看哥哥画 我才画的 弟弟也会说 所以都不是我的错 所以都不是我的不对 所以人就是人 人就是人 真的要学习认错 所以要来学习这个人错 人带着肉体都有软肉 人带着肉体都有软肉 有些时候会体贴肉体 有时候我们会来 体贴的肉体 所以我们就会犯错 所以我们就会犯错 但是神是给人机会 认错悔改的神 但是神就是给人机会 来认错悔改的神 所以我们要把握神 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 把神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看 撒末记上十五章 来看看 撒末记上十五章 撒末记上十五章 十三节 撒末记上十五章 十三节 抱歉 从第十节看 第十节 耶和华的话连到撒木耳说 十一节 我立扫罗为王 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撒木耳便甚忧愁 终业哀求耶和华 十二节 撒木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 有人告诉撒木耳说 扫罗到了加密 在那里立了纪念碑 又转身下到吉甲 十三节 撒木耳到了扫罗那里 扫罗对他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耶和华的命令 我已经遵守了 十四节 撒木耳说 我耳中听见有羊叫 有牛鸣 是从哪里来的呢 十五节 扫罗说 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 那里带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 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 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十六节 撒木耳对扫罗说 你住口吧 等我将耶和华 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 扫罗说 请讲 这里是 让我们看到扫罗王不肯认错 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是扫罗王没完以来认错 神也给他机会让他认错 神也给他机会让他认错 但是他没有认错 他一样把那个错误往外推 但是他局势没来认错 有完整这错误 有多面三 这里是他们要去跟亚玛利人争战 这是说到 神将亚玛利人交代他们的手上 吩咐他们一切都要灭尽 他吩咐到他们一切都要灭尽 不能爱惜 不可以爱惜 结果扫罗王把那些瘦弱的牛羊都灭尽了 把那个上好的牛羊带回来 所以扫罗那些善的台雕 整个带回来 所以帝师节这里 神的话就临到先知撒木 所以这里说神的位就临到撒木 告诉撒木说 扫罗王不遵守神的吩咐 撒木说扫罗王不遵守神的吩咐 所以神说他立扫罗为王后悔 所以神就说他立扫罗为王后悔了 所以神就说他立扫罗为王后悔了 我们看先知的反应是怎么样 看先知的反应是什么 很难过 这里说 终业忧愁哀求神 听说他全眉都忧愁哀求神 很难过 而且祷告一整晚 很难过 在这基督整眉 那一大早一清早 他就要去找扫罗了 一早上去就要去找撒罗了 一见到扫罗 先知都还没有讲话 扫罗王就讲话了 一看到扫罗时 先知找啊 先知说你找罗 神的话我都遵守了 神的话他都有遵守吗 神的话他怎么有遵守呢 比如说十样 他遵守八样 两样没有遵守 比如说十行 他遵守八样 两样没有来遵守 这样有遵守吗 这一样算你遵守吗 我讲话 十句话 八句话是真的 两句话是说谎 我是说实话还是说谎话 我说十句话 八句 今天两句是假的 你说我说的事情是真的假的 他要我的话 我都遵守了 他说要我的话 我都遵守了 结果他一讲完 牛就在名 羊就在叫 妹妹 女说谎 女说谎 所以当时他说 耳朵就在叫 所以我们的神 有些时候也是很幽默 所以我们的神 有时候也是很有趣的 让牛羊跟他讲说 你说谎 那没有 因为大家说 你是在说不错吗 这个 撒木 先知也是非常幽默 三分之 先知也很趣 他没有直接说你说谎 他没有大家直接直接说 你说不错 神给他机会 先知也得给他机会 先给他机会 先知也给他机会 我耳中听到 有牛在叫 羊在叫 他说我好像听到牛 跟牛在叫什么 你前面不是说 你都遵守了 你当时不是说 你都尊守了 结果他没有马上认错 结果他屈指没有来 马上认错 我错了 我一直软弱 他没有说我不对 我一时的软弱 结果他把责任 推给百姓 他屈指中 这年三个八十 这个上好的牛羊 是百姓带回来的 你说这 最好的牛羊 是八十串重 如果没有他下令 没有他允许 百姓敢带回来吗 但是 他没有下令 没有阴俊 这八十串可以这样做吗 然后又找一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 又找一个很好的理由 说这个是为 来献祭敬拜神 圣公需要 我们是为神耶 我不是为自己耶 我不是为我祝祭 那是后面的说法 搞不好一开始 把那个牛羊带回来 大概就是要煮羊肉炉 牛肉炉吧 圣经没有写 是我自己讲的 但是现在说 现在是要献给耶和华神的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要献给耶和华神的 其他的我们都灭尽了 其他的我都灭尽了 十六节 十六节 沙沐我对扫罗说 你住口吧 什么你对扫罗说 你住口 没有承认 又在那边 推卸责任 又讲冠冕堂皇的理由 结果我们看 扫罗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们看扫罗的态度是什么 先知说 好 我将耶和华神 昨晚跟我讲的事情 我先来告诉你 我最后 我扎罗大家说的 我现在跟你说 扫罗一派轻松说 请讲啊 请讲啊 扫罗就说 没有你说 那种态度 有那种态度 有些人是这样 人家跟他说 你做这个事情不对不好 有人说 他说 你做这些事情不好 我到底什么事情做错 你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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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没你说 我做错 我这犯错的人 比没有犯错的人 更凶 更凶 讲话更大声 犯错的人 说话比没有犯错 说话更大声 所以要认错 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要来认错 并不是很简单 我们认错的对象 我们认错的对象 有些时候是 要对象神认错 有些时候要向我们的父母亲认错 有些时候要向我们的父母认错 有些时候要对我们的先生 我们的太太认错 有些时候要对我们的儿女认错 有些时候要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认错 错的本来就是要认错 认错不会缺少什么 但是我们人的软弱是不愿意认错 但是人的软弱是不愿意认错 我们看真言二十八章十三节 看今言二十八章 真言二十八章十三节 今言二十八章十三节 二十八章十三节 二十八章十三节 十三节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通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眠 这里说犯错了就要来承认离弃罪过 听说犯错了就要来生人 要离去这个罪过 不要遮掩自己的罪过 不要来承认自己的罪过 承认笑话 那个人性就是这样 犯错了 赶快拿那个无花果实要来遮羞 那个就是要遮盖啦 那如果我犯错了就当 那个无花果 无花果的手后来承认自己 然后又跑去躲起来 然后又跑去躲起来 这个推给别人 如果我们不承认错误 就会说谎来圆谎 说第一次谎 就会说第二次谎 不承认一定要说谎啊 现在会继续说第二个谎 来圆第一次谎吗 所以我会不断的说谎 所以不断的说谎 这里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离去罪过的闭门连续 神的连续 人的连续 人的连续 人都会犯错 人都会犯错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错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来知错 要认错 要来认错 这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 这也是我们一世人要来学习的 我们第一节就先谈到这边 我们同心莫党 同心不得 我们有趣的 人都会犯错 来说 感谢观看